一名男子歸在地上 一旁三名男子 其中一人出手推倒 另一名男子持球棒朝男子猛毆 還有一人站在一旁 用手機錄下全程 这是一个诈骗集团 跪在地上的男子是诈骗车手 领到大笔骗来的钱 一时起了贪念 私吞赃款 不料被集团手脑发现 就找来两个人 拿球棒痛扁男子一顿 还将影片传给男子的家人 恐吓取材 被害人之前是侵吞了72万 该部罚集团也逼迫 被害人签利本票 所以也偿还了更相关的 所谓的利息等等 总共大概超过将近100万左右 男子不堪长时间 受到暴力讨债报警求助 警方巡线侦办 在网咖找到打人男子 先犯完的正起劲 看见警察上门 表情错愕 警察也趁半夜 进到屋内逮捕熟税的嫌犯 一举破获这个诈骗集团 逮捕5名嫌犯 拿起来 警察 手伸出来 我看一下 把手都伸出来 手都伸出来 集团起内讧 曾为集团卖命的车手 如今被棍棒痛殴 嫌犯毛起来挥棒的模样 警察感叹 坏事真的不能做 借连兵SNG小组台中报道